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下周就将进入Tech Earning的最高峰的一个一周开始 那么有比如说IBM有谷歌等这些高科技公司将会公布业绩 根据分析师的预测在汇率方面将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那么我们也知道野伦主席最近也是唱衰美元 无疑为高科技公司下一季度的业绩的转好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帮助 但这个美元的下跌能不能继续还是非常值得怀疑 来我们看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来预测一下下一周什么样的业绩 什么样的公司业绩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什么样的经济报告值得大家关注 有没有美联储主席或者说官员的讲话 以及多哈会议等等 周日召开多哈会议都会对股市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来看一个短片 4月13日摩根大通超预期业绩带动大盘 金融股权重的业绩十分值得关注 比如下周一摩根十三里周二高尚 这几家的财报以及另外几家科技普大佬的业绩 将直接决定大盘的走势 周一Netflix周二雅虎周三指出 据名消费扩大与否是经济走势情绪表 可以从相关公司的业绩中 渐微支柱周三到周五百胜基盘 通用汽车星巴克可口可乐 麦当劳将陆续发布业绩 三倍看多生物科技板块的ETFLABU本周反贪幅度接近20% 下周四其龙头股百建业绩将于市场牵涉 近期黄标60%的三倍看多黄金矿上的ETFNUGT为黄金大流失背书 黄金股纽蒙特矿业周三发布的业绩能否助力起股价大涨 关注石油的朋友需要注意周四房后四轮被写的业绩情况 经济数据与事件方面 4月18日星期一有三位地区联储主席讲话 分别来自纽约 明尼阿波利斯以及波士顿 下周前三天将迎来房地产数据密集期 有房地产市场技术 新屋开工技术以及现房销售 而周四的重头戏就是事业金生理数据的公布 这是衡量就业市场的重要指标将实现移植欧洲 4月19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登将在英国下议院 无论欧盟成员国地位问题 要将流出英国退出欧盟的更多信息 4月21日欧洲央行将宣布利率举一 行长德拉基将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 好 又到了非常精彩的预测环节 大家都知道我们预测已经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大家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 来加我们下面的微信 扫二维码来获得我们预测 来参与预测的投票 首先来让Will来跟大家说 上一周的预测的结果 谁是赢家 然后我也知道我欠你钱还没有付 我今天得付了 好的 目前的话是从目前点来说 这一周周老师稳作调液台 在大盘预测上再次获胜 然后获胜次数已经达到了11次 可以说是一个人远远领跑 然后各股方面的话 老板上周提到的NUGT 可以说是非常出彩 尤其是在今天可以说是突然一军突起 直接涨了6点多 然后冲到了78美元左右 如果今天不起来怎么办 如果今天不起来的话 可能孙老师的之前的股票 孙老师是DSX 这周想的是DSX 上一周的股票也是一只航运股的 而且涨幅也还可以 因为油价上扬 好的 我们现在从美女团开始来 Judy预测一下 下周你认为是上涨还是下跌 您看好的个股 哪个个股会有 或者ETF会有比较好的涨幅 好的 我来预测下周的话 会有一个短期的 展幅的调整 我的预测点位是2075点 然后我看好的个股是SIL OK 是白银的 ETF 而且是三倍的 来Kinsley说一下吧 我认为标普既然已经突破了 2075的窄幅震荡的区间 之后应该会有一个回落 因此我的预测点位是2043左右 然后我看好的股票是DWTI 因为大家都知道周日多亚会议举行 因此油价会因此产生一个非常巨幅的波动 所以我比较看好三倍 看跌冤有股 好 然后我们请J老师来预测一下 好 那么对于下周的盘式 我还是往上去看 目标点位2095点 然后选择的股票是LABU 三倍的看涨 这个生物科技 这个ETF 好 请Will来说一下 我继续和J老师作对 我还是小福看跌 看跌到之前这个跳空点位2061点 然后看好的股票是LABD OK 那我们现在请场外的 孙老师来预测一下股市的走势的点位 以及他看好的个股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汤姆顺 在本周美股是受到银行股财报的这样一个提升 是继续的走强 但是通过仔细观察 我们发现大宗商品 尤其是石油已经开始走弱 而银行股带来的利好 也正在逐渐的消退 因此对于下周 我依然是相对比较谨慎的观点 我对标普指数的目标在2016点 在个股方面 我依然是继续看好航运板块 因为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与今年地点相比已经是翻倍 我依然是看好航运个股DSX 谢谢大家 好 那么最后是由我来说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的 好像四位老师都是看跌的 然后只有杰老师是看涨的 那我也是加入了这个看跌的行列 预期会有调整到2038 所以我们下跌的点位非常集中 谁能获胜也就非常难说了 那么我看好的个股还是NUGT 那么这个是三倍看涨黄金矿的ETF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就请杰老师来对下周走势 做一个概括的预测 下周的话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标普突破了2075点 所以说短线上的话 在下周或许有一个获利回吐 正像出其他的四位分析师 所分析的那样 那么关注点位是2065点 那么只要不跌破这个点位的话 我们逢低可以继续的介入 然后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整个这个市场 会不会沿着原有 目前的这个趋势 继续的往上去推动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趋势分析的话 在没有出现明显的空头信号之前 我们仍然是按照这个趋势 仍然是按照原来的运行去运行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 我个人还是持有看涨的态度 那么最后我请大家注意 在本周六也就是明天 我们会在San Jose 的这个 Crown Plaza 举办一场讲座 老师蛮多的有我们的就是特邀老师 Richard Wang 老师 还有这个我们的基金公司的 就是第三方理财的基金公司 Barry Patkin 他是专门做这个CTA 就是期货交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金的一个 可以说第三方理财的一个机构 那么将在两一点半在Silicon Valley的 Crown Plaza Milpeters举行 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参加 或者不在San Jose的话 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大家扫我的微信 就可以获得这个直播的用户名和密码 所以大家都很想赚钱 那么如果用小钱两万五千块钱 是两个星期吧 赚一万块钱 那我的目标是明年到150万块钱 美股富豪俱乐部 美股富豪俱乐部 中文投资网 2016年亲情巨献 我们资深的美股讲师 金牌投资顾问 通过个股和期权的试盘操作 向大家展示 如何在一年内 将利润最大化 那很多朋友第一想了解 就是美股富豪具有什么东西 我们有股票 我们有期权 我们有课程 散户都需要帮助 而且虽然这个活 内很脏很恐 但是这些绝对是干货 绝对是外面没有的 外面没有一个老师 没有一个Hedge Fund Manager 像大家一些 什么Peddy Star 这么的 您可以享受 每个交易日 盘中及时线上获得老师的市场观点 精华个股分析 和最强势的交易提醒 我是每天告诉我的所有的会员 所有的美股富豪的成员 我买了什么卖了什么 你可以根本去报 可能性很大 因为我们进入了收紧 一个直通期啊 如果每人比如说 现在减息的话 那马上这个时候可就去挑起来 因为外面市场能签得很多 及时获得最强的期权交易提醒 想用账户短期内盈利翻倍 甚至翻很多倍 最好的就是期权 如果我们今天635就认为 哎 Amazon 现在635 我买一个 Puds OK 我只要花2000块钱 但你知道Amazon盘后跌了多少 金牌股王 Worry王的独家私有市场指导 以及操作分享 私教服务 针对每个成员 不同的投资情况 给出个性化的交易技巧指导和培训 在内容方面 一 带您专注于小盘股票 流通 在300万到500万之间的小盘股 是极具大涨能力的潜力股票 很小的股票 1.14只 这种股票 最有想象空间 但是也是最危险 二 数八手教您如何操作期权 所以我们期权一定要看一个DMI和ADX指标 那么怎么学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肯定会讲 因为期权是赚大钱的 同时您可以全面提升美股技术分析能力 股票基金面 股票技术面 如何真正读懂财经新闻 我是每天告诉我的所有的富人 所有的美股富豪的富人 我买了什么 卖了什么 你可以跟着去 还告诉大家怎么读懂新闻 很多人可能做A股的 它向我们这个公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上市公司 美国上市公司并不是在要求你非要赚钱 而是说你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向股东公开 这一切都非常简单 您需要加入我们的富豪俱乐部 您就可以随时跟进我们这个盈利计划 帮你实现财富梦想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然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Have a nice day